这一切的风险 爸爸跟你讲的 他努力想给你泼一点冷水 为什么你都还能够继续坚持 因为爸爸跟我讲过非常多 所以其实我一直都有在调试我的心态 如果真的要一直熬一直熬 我有没有办法去面对 所以我其实是一直有在想 有去做好准备 可能真的要等很久 但是我觉得我自己是可以接受的 你准备可以接受等多久 我最开始想 就是到30岁 30岁是一个阶段 到那时候再看当时的状况 来评估我是不是应该继续走下去 你在30岁那时候已经成就到什么样子 我在30岁那一年就是我刚刚讲的 最低潮后来去做别的事情 但你已经在前面开始立出了一些成绩了 在那之前吗 对啊 我在那之前曾经有一些作品是有被看到的 可是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的顺利 所以当儿子讲说他希望以这个事业发展 以30岁做一个 你有理由去辩驳他吗 30岁是一个关卡 就是它是一个风险 就是到了那个时候你还能够转行吗